哇哇哇哇哇 什麼好像哪裡怪怪的啊 啊我知道了 天空好像沒有雲對不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絲 不妙啊各位 這個世界好像所有東西都顛倒過來了 這邊的樹全部都從上面往下漲 而且那邊的水還不會往下流耶 喔好神奇喔 只是有一個問題啊 那個火把是飄在天空嗎 上下顛倒火把不算就對了 好啦那我剛剛也講到了 我們今天來到的世界就是一個 上下顛倒的世界深層喔 這邊好酷喔 哇塞 這是什麼情況 水都不會往下流耶 只是裡面好像也沒什麼生物是不是 這個世界的話跟平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這樣往下跳應該下面就是虛空 我才會死掉喔 等一下我看到那邊有怪怪的東西 那是終界的島嗎 對那應該是終界石吧 我這樣會不會很快就玩完了 沒想到我最後要去的目標就在旁邊而已 那總之我今天在這個世界要做的事情就是 擊殺一隻 終界龍 至於在這個世界要獲得一些資源的話感覺會蠻困難的 不曉得礦物是不是要這樣子一直往上挖才會挖到 一直往上挖會挖到什麼 激岩城嗎 另外還有這個村莊會不會有村民喔 也太危險了吧 為什麼這個床還是往上放呢 這個箱子還打不開搞什麼 哈哈哈哈 哇有夠麻煩 這樣應該就可以看一下有什麼了吧 有一些食物跟一個告示牌 這個也把它帶走好了 這樣好麻煩喔 東西還是會往下掉 只是我這樣子是不是就 這樣子出的去嗎 好像可以 我先挖一些木材再說 至於這個上下顛倒的世界呢 我其實之前有在 另外一個頻道玩過類似的東西 那時候是一個 上下左右我都可以 自己控制的感覺 就自由控制重力啦 只不過那個世界玩起來跟看起來都太暈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另外一個頻道沒有帶過來 這一間也沒村民嗎 這世界的村民都去哪裡了 這邊也是一張床喔 再來我想要先往上看看 我想要進到那個水裡面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很好玩 好酷喔 連沙子都黏在上面 正常都會往下掉的說 而且 要去那個地方的話好像蠻簡單的吧 等一下 水會往下流的話才會簡單喔 水是往下流嗎 沒有耶 水好像也是往上流 哈哈哈哈 不要怎麼下去那裡啊 好像只能一層一層這樣子下去對不對 欸哇塞連水都是逆流而上的喔 哈哈哈哈 完成度比我想像中還要高耶 這個世界 只不過這個世界的草地好像都是用苔藓做的是吧 對耶沒有任何的 就是一般的草地的感覺喔 雖然也差不多就是了啦 欸欸欸欸 哇塞 上面竟然剛好藏栗石 差點死掉 哇 下面剛好有一個方塊喔 只是我有一個問題很嚴重 現在連一個食物都沒有耶 我要去哪裡找動物啊 這個世界我也還沒有看到任何生物喔 等一下食物 我身上有一些麵包 等一下玩完水之後我先去看一下村莊好了 剛好夏天嘛 天氣有點熱喔 碰到水了 喔喔 進來之後什麼都看不到耶 如果我像這樣子放東西會怎麼樣 會往下掉耶東西 這些的 沙子還是會往下 喔欸 喔哈哈 好Leg喔 我剛剛看到什麼畫面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Leg好Leg 哪邊才是這個啊 水外啊 水外面在哪裡啊 喔我要 我要淹死了 完了 欸欸 喔出來了 喔喔差點 剩半格 欸水往下流了耶 那這樣又下去就輕鬆很多了 看來我輕輕一碰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被我用壞了耶 哈哈哈 剛才上面的歷史全部都被我碰掉了耶 再來我先繼續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村莊還有沒有食物好了 喔我有 有好多棟房子喔 這邊花盆 喔我找到了這邊又有個箱子了 這裡面應該也有吃的可以看吧 竟然是空的 竟然是空的 喔已經夠窮了 不要這樣子騙我好不好 好像晚上了耶各位 我可以從下面看到星星耶 太陽跟月亮在哪裡啊 我怎麼沒有看到太陽跟月亮啊 不曉得長在哪裡耶 而且食物真的不好收集 所以我決定要換個方式了 來把這邊的農田的食物給採一採好了 那我先做個半磚喔 用半磚這樣撲過去的話 就會比較省材料一點點 啊這個農作物我要採的話好像 只能像這樣子 全部噴掉了 全部噴掉了 我想說要一個一個拿的 而且這個是甜菜種子耶 我還以為是能吃的 甜菜種子也不能生吃喔 哇食物是個大問題耶 好算了不管它了 應該總會有辦法的 我先把地上的甜莓都採一採好了 等一下我想要先去那個中介的小島那邊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耶 喔有了我找到一些食物了耶 這邊有好多麵包喔 目前這樣子就有26個麵包了 而且還有三個鐵錠耶 那這三個鐵錠我就直接要來做那個東西了 做個桶子出來喔 這樣等一下就可以撈個水喔 如果有水的話我應該就可以 自由的到處跑了吧 那剩下如果要食物的話 可能等一下就是要去採那邊的馬鈴薯 不過我想要先去中介的小島那邊看看 長什麼樣子了 那我就直接從這個地方游上去吧 應該跳的到吧 有了有了有了 有點恐怖喔 我要從這邊過去對面的話要 用游的有辦法游過去嗎 在水裡面跟在水外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的視野差太多了 應該先到那裡然後放一桶水就可以流過去了吧 我猜啦 好好好恐怖 等一下 有夠恐怖的啦 怎麼這麼恐怖啊 一般的世界只要這樣子稍微走過去然後往下疊方塊 不對 我已經開始戳亂了 往上疊方塊的話就可以到那邊了 這個世界怎麼這麼困難啊 啊這上面剛好沙子剛剛有往下掉吼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呼吸耶 如果要打終界龍的話至少我要有很多的食物 或者是有基本的防禦這樣子吧 所以等一下應該還要再上去挖個礦物喔 不然現在只這樣子空裝真的是有夠危險的 哎呦呦有東西掉下來了 那是什麼 剛才那是鮭魚嗎 我有看錯嗎好像是很多鮭魚掉下去了耶 而且我好像可以從這個側邊去看一下 終界的小島那邊下面有什麼耶 這邊有一個建築物的感覺耶 那是終界祭壇各位 有終界祭壇而且好像有一些終界之眼在上面耶 可是我現在要過去的話好像也沒辦法啊 哇塞 這上面的景色看起來好酷喔 只差沒有太陽光而已 而且我看到太陽了 太陽現在在下山嗎 太陽現在在往下對不對 越來越混亂 如果是在這樣子顛倒的世界的話 應該是快要下山然後要晚上了吧 但是剛才那樣子我也沒有地方可以疊方塊喔 為了要確定等一下到底要收集多少終界珍珠 所以我還是必須要先登島看看耶 喔這邊好像可以耶 我找到一個看起來還不錯的地方喔 可以吧這樣剛好可以吧 有了有了 命中終界的小島了 來了來了 喔哇塞 好像幾乎全滿了是不是 我看到這邊光是這樣子就有已經六顆了耶 我剛才的中文文法怎麼全部都倒裝啊 我從這邊疊過去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超危險 嘿嘿嘿嘿嘿 喔哇塞 喔哇塞 哈哈哈 也太輕鬆了吧 我只要找兩顆就好了喔 只不過烈焰桿是個問題就是了 烈焰桿我必須還要去地獄耶 欸地獄會長什麼樣子啊 地獄不知道有沒有改變耶 阿現在這樣目標很明確之後 我就先來準備一下我的房具吧 所以就這樣子一直往上挖吧 而且我突然想到阿 只要一直往上挖的話 有可能會遇到岩漿對不對 然後岩漿等一下會從上面流下來 好像有點恐怖耶 這個世界的歷史真的會殺人耶 喔我挖到了一塊岩漿塊耶 這岩漿塊好像是剛好在洞窟裡面的那種水的地方喔 我先把它帶著好了 這樣到時候就可以呼吸了 而且我好像聽到怪物的聲音了耶 我先來做一把石劍好了 喔被我挖到鐵了 終於哇塞我挖了好久才挖到 現在到底在主世界的第幾層我完全感覺不出來耶 因為上下顛倒的關係已經沒有那個概念了 那我先來做個盾牌好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怎麼 怎麼感覺哪裡怪怪的 我怎麼挖到草地啊 草地 啊紀念城耶 這上面是什麼東西 喔 欸我怎麼看到樹的感覺 欸欸欸欸欸 好像來到不該來的地方的感覺耶 下面是地獄難度上面是簡單模式是吧 啊這上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啊 我有點好奇耶 我來網上疊看看好了 欸我看到安德了那邊有一隻耶 所以這上面就是一般的世界的感覺嗎 不過也有一點不像耶 因為也沒有任何的地形 就只是看起來都是平原的樣子嗎 也沒有草跟花之類的 我這樣算不算標題的 不得應該說是主題的詐欺啦 啊算了算了 不是我的錯喔 我根本沒想到有這種事情喔 然後把剛才這隻安德給打掉喔 欸那這樣如果沒有那種地下的生成的話 我要去哪裡找鑽石那一類的東西啊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耶 啊啊啊好痛 啊啊啊啊啊是殭屍喔 欸好痛喔 喔差點死掉 OK有了 欸剛好掉一顆中介珍珠耶 欸 各位 我找到動物了 我突然覺得有一種在作弊的感覺耶 啊算了管他了 有食物才重要啊 我也餓餓餓餓 我現在已經收集到了總共30塊的肉了 所以我想要先去洞庫裡面挖一下 裝備的鐵礦啊 只是我也找不到我剛才上來的地方耶 我隨便找個地方挖下去好了 喔喔 又挖到一個洞庫的水坑了 欸 欸 欸 有這麼剛好的事情嗎 我只是隨便找個地方往下挖就找到鑽石了 而且有三顆耶 只是我的鐵還剩下一塊喔 欸剛好下面有耶 我先像這樣子挖開一塊之後 然後把我的熔岩方塊拿出來 這樣子 我真的呼吸了 喂 然後我在水裡面直接燒東西好了 哈哈哈哈 原來熔路可以在水裡面熔喔 來了 鐵鎬 哇 終於做出來了耶 花了好多時間喔 這樣我就可以來挖鑽石了 嘿咻 剛好三顆了 好了 啊我先把剛才的東西都給合成一下好了 先做個鐵上衣 然後再做個一把鑽石鎬 再做個煙燻爐喔 這樣子就可以燒食物燒很快了 最後再做一把鐵劍好了 然後現在也剛好又到晚上了 所以我再來收集一下終界珍珠喔 只要再一顆就夠了耶 好痛好痛 要死了 要死了 欸 欸 哈哈哈哈哈哈 啊你這麼強喔 喔 好去哪裡了 好像在那裡對吧 趁機吃個東西喔 等一下打個三下我就快死了耶 應該不會死吧 OK 喔有了 剛好掉終界珍珠 哇 好危險耶 剛才再被他摸到一下我就不見了 那這樣剩下要找的東西 就只剩下烈焰桿一根而已吧 只要找個烈焰桿一根就可以了耶 那我先回去地下世界那邊看一下喔 因為我在想啊 有終界的話就代表地獄堡壘之類的素材 也有可能會直接在底下對不對 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就不用特地跑去地獄一趟了 欸我又挖到鑽石了耶 好扯喔 喔今天的運氣還不錯耶 OK我終於挖回來地底還是應該說是地表啊 然後我已經看到鐵也不想挖了 目前這樣挖下來我就有43塊鐵了 所以我再來燒個鐵喔 來升級一下我的房具 然後再順便看一下這個周遭有沒有什麼東西 喔那個那個方塊看起來有點不一樣耶 我有沒有看錯啊 那好像是地獄磚嗎 欸是地獄磚耶 哇有耶沒想到這個世界還真的有地獄的東西喔 太好了地獄堡壘的形狀的感覺 OK那我先把我的房具也做出來好了 我們馬上過去那邊看一下喔 褲子鞋子跟最後一件帽子 這樣就全部都做出來了 OK那我就出發吧 欸我想一下喔 直接用疊的過去好了 雖然感覺有點恐怖啊 OK來了喔 喔這個是什麼形狀喔 為什麼下面是洞窟喔 喔喔喔長在上面喔 哇塞烈焰食者神怪山竟然是顛倒的耶 呵呵呵 好酷的形狀喔 所以我在這邊稍微等一下應該就能打了吧 喔喔出了出了 欸有了有了 嘿 OK 欸好棒喔 今天進度意外的還蠻順利的耶 我原本想說會很困難的 嘿 嘿 嘿咻 有了第一根烈焰桿喔 欸一根就夠了齁 不用第二根了 OK 夠了我的終界之眼有兩顆了 哇 只要打一隻就夠也太爽了吧 那再來就是要去到那個終界的小島那邊了 好像在那邊是吧 要繞一下路了耶 感覺不好過齁 喔 我找到我剛才鋪的這條水道了 喔 好恐怖喔 有夠恐怖的啦 應該就是從這邊下去啊 嘿 然後 危險 但是應該沒事 OK 哇我怎麼這麼勇敢啊 那我就從中間這邊直接往下挖好了 喔 有了有了 終界祭壇 OK 對剛好兩顆沒錯 那我就直接插上去喔 嘿 嘿 哈哈哈哈 被我打開了各位 那我把這個周圍圍起來好了 這樣存附我點我比較安心喔 然後睡一下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出發了吧 OK 來到終界了 不過看起來跟平常的一樣的感覺齁 那我直接疊出去吧 啊我現在武器好像也只有鐵劍可以跟他打耶 不過應該可以打得贏啊我想 悔 就算不拆上面的終界水晶 依照我的經驗來說的話 我應該也可以直接把這隻終界龍砍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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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 其實真的還蠻強的耶 OK OK 有了有了他又下來了 我剛才原本在想要不要上去拆終界水晶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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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怎麼感覺好像沒什麼傷害啊 喔喔 不過已經來到半條血了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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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哇中介龍剩下三分之一 也太快了吧 好輕鬆喔 然後他先繞過去之後再繞回來 OK 來了 我現在只有被終界龍撞到一下 我是不是連鐵裝其實都不需要 我把鐵裝脫掉好了 讓他一點 膨脹 OKOK 空裝都能打終界龍 可以可以可以 只要不要被他撞起來的話 我都不會有事喔 應該在兩回合就結束了 我已經打三回合了 好快一下就下來了 欸 最後一下 OK 成功擊殺終界龍了 怎麼這麼弱啊 這個世界的終界龍 是顛倒之後 連實力也顛倒了嗎 啊不對 是我太強了 再來就是我想要 噢噢噢噢噢掉下去了 我想要稍微看一下這個世界 到底長什麼樣子欸 所以我來開個作弊模式看看喔 如果穿到地底裡面 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喔 我有點好奇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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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来只是一般的地狱而已